大家好,我是驾驶培训石超英 上一期我们介绍了变更车道技法当中的提速变现 那么这一期我们介绍一下变更车道技法当中的挡拆变现 所谓挡拆变现指的是 比如说我们想向右侧变更车道 右侧车道有非正常行驶的机动车 比如说这个前车它在打手机或者是不熟悉路的外地车 那么它走得很慢 它的车速明显跟不上整体车流速度 那么我们想要在它前面变更车道 就利用它这个低速行驶的车辆 对后车形成的挡拆 我们利用这个挡拆超过它之后在它前面变更车道 这个挡拆可以是机动车 也可以是非机动车 或者是行人 或者是前方有一个障碍 有一个坑 有一个什么障碍 旁边的车行驶到挡拆这个障碍物的跟前 一定会降速 那么我们利用它这个降速 越过挡拆的障碍物进行变更车道 这就是我们说的挡拆变现 那么这一期我们就介绍一下变更车道技法当中的挡拆变现 一会我们要利用左转车辆 对左侧直行车辆形成的挡拆 我们可以进行一个向左的变更车道 左转对持续有人转 我们可以变更车道 用行人挡拆 用行人过去 把后面的车挡过了 我们就可以变更车道 用行人挡拆 用行人挡拆 把后面的车挡过 我们就可以变更车道 入了后面的车 有个电线的车挡入了后面的车 利用它挡拆变更车 我们要利用前方 右车停止的车辆 对后车形成的一个挡拆 向右进行晃车道 利用前面停止的车辆 利用右车停止的车辆 对后车形成的挡拆 向右放车道 利用前面停止的输入车 对后车的阻挡 向右进行一个挡拆变现 这一期我们介绍了 变更车道计法当中的挡拆变现 这里是超英交开车 我是驾驶培训师超英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